Hey what's up everybody 拍你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呢 等一秒 今天的影片呢就是 给大家看一双球鞋 这双球鞋呢本来 没有太多想讲的但是呢 很多人给我留言想看一下这双球鞋 到底细节是怎么样 因为在中国 还没有发售这双鞋 这双鞋呢是周六在Nike官网 order的 然后非常快两天 今天星期二在美国就到了 那么就给大家快速的看一下这双鞋 其实我拿到了两双 同样的 在球鞋圈的一个术语 英文叫做one to rock one to stalk 就是说 遇到好的球鞋你要多买一双 一双呢是穿的 另一双呢你可以把它收藏起来 这双鞋不用多讲 乔丹十三代 he got a game aka熊猫 在国内呢大家都把这双鞋叫做熊猫 非常形象 也是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 因为中国的国宝是熊猫 这双鞋黑白的配色 比较大的感觉 用熊猫命名呢非常的贴切 i love this name 这双鞋的OG版本是在1997年发售的 之后呢这个美国的一个导演叫做 Spike Lee Spack Lee呢跟Jordan Brand也出了很多的T恤还有球鞋 叫Spatsky 这个导演呢比较厉害 喜欢拍一些跟篮球有关的电影 因为尼克斯的比赛 他基本上常常都会去看 之所以这张也叫美国的代号 叫he got game 就是因为Spack Lee拍的这个电影叫he got game 里面的主演呢也非常的重量级 包括奥斯卡得奖的这个 丹茲尔华盛顿还有NBA的球星雷阿伦都参演这个电影 有机会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部电影 之后呢这双鞋在13年复刻过 13年其实我买过那双鞋 但是呢现在那双鞋已经不存在了 然后呢就是18年又出了一双鞋 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配色 如果打篮球呢穿这双鞋也非常的不错 这鞋的鞋底像一个大箱的脚一样有没有 这双鞋主要的材料就是上面这个黑白部分的tumble letter 还有呢一些sweet的材质 这个GP的材质 包括这个部分 拿到手里这双鞋给我的感觉呢非常的扎实 应该会非常的耐用 这双鞋拿到手上呢 跟以前OG的这个特别是13年复刻的那个版本 感觉这个鞋舌是比较薄的 之前Jordan Brand的球鞋呢都比较偏大 现在呢感觉Jordan Brand做的都比平时感觉要小一些 所以呢我还是买我平时的size 两双鞋呢都是美版的12码 另外呢这个鞋盒呢也是OG的13代的鞋盒 全新的DEAD STOCK的球鞋 上面这个雷射的这个圆形的标志 上面这个塑料薄膜保护的 Jordan Brand的字 鞋舌部分红色的Jumpman 鞋底的部分 中间是黑色的Cubber Fiber 这双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乔丹球鞋之一 在这个乔丹球鞋里面也是最适合打球的一双球鞋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介绍的 因为大家对乔丹十三代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个影片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双鞋的细节 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购买的 那么一会呢给大家看一下这双鞋上脚的感觉 为了支持我今天我拍工作的影片呢 请你给我的影片点赞,投币,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给我私信 我在上面呢也会不定期的发一些 潮牌球鞋相关的图片 那么就看一下这双鞋的上脚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 rivuk 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